OK 接下來的話 那剛剛的重點特別注意 第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我們上課的網址 應該還記得吧 那個網址部分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 VBA 2 Python 2 這個網址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我們的上方 這邊剛剛這邊都有程式 所以我剛剛的程式都把它貼到這邊 你就要把這一段複製貼過去 修改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剛剛的那個 sub 部分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自訂函數 最大的差別當然 一個是用按鈕 一個是什麼 還記得吧 這個你可以把它複製 如果你貼過來的話 貼到這裡下 入階道 這個是 function 那 function 的話 基本上就不是按按鈕 而是什麼 而是假設這個地方 你不是按鈕的話 那你就是 我把它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 delete 掉 那我們就是 如果你有那個 function 的話 那你插入函數 這邊就有使用者定義了 那會有個路接到函數 你把地址給它 它會幫你把哪一條路抓出來 那你向下填滿 全部就做完了 OK 這是 function 兩者都 VBA 看你哪個地方 用哪個地方 哪一種方法 反正結果 OK 其實就沒有問題 那再來的話 上個禮拜 我們還有講另外一題 另外一題的部分 就是這個 公有 這個零售市場行情 台北市的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後面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還沒講完 那另外其實呢 除了台北市的治安 到底好不好 其實你也可以跟全國比較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再到那個 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找一下 也許你 我們剛剛是在台北市嘛 那你這邊 跟那個整體的 比如說呢 這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打竊道好了 一樣嘛 按搜尋 那你會或者 收入什麼 住宅竊道 或者是住宅等等 那你會發現這個關鍵字 它也會列出 總共有49個 也就找到49個 然後其中在開頭 因為它兩邊 台北市的跟政府的 兩邊有相通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那邊也有 然後 台北市的 台北市的 但是你會發現 這邊有這個什麼 雲林縣喔 還有什麼 嘉義市的喔 嘉義好像沒有分啦 還有台南市 叫什麼 全 這什麼 全班 看不到 全班 這 這怎麼叫全班 全部就全部 那什麼叫全 全班 OK 自己就創了個名詞 我不知道 然後 當然你也可以跟其他縣市 那比如說 像雲林也有 雲林也有住宅竊道案件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點擊下 你會把這邊 只是說雲林的竊道案件 它把它分割的很細 一百零五年 它把半年半年放一個檔案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喔 你要把 這總共有幾個 二四八個 變成說你要怎麼樣呢 你要下載八次耶 才能夠全部串在一起 如果你不下載 你變成說 你就變成說 你要像以前的做法是 下載八個檔案 然後再把八個檔案 複製貼在一起 可是喔 如果我今天 不要這樣做的話 我現在用程式來做 最好是一個按鈕按下去 八個全部 就幫我合併在一起 是最好的啦 你就不用圖法列 不然假設你每天 都要做同樣的事情 都很浪費時間嘛 OK 所以這個要怎麼做 也可以想想看 那 在講這個多檔案 合併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拿那個 上個禮拜有講到的一個 台北市的那個什麼 公有零售行情 那個 我記得我們在雲端白板 這邊 底下這邊就有這個連結 你把它點這個連結 或者你可以到那個 台北市的大平台 找什麼零售市場行情 那一樣這邊就有 下載 那可是你會發現 它下載 底下這邊還躲一個 顯示更多 顯示更多的話 裡面的話 其實基本上 也就是說 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場 我後來發現 它裡面是分享 它分享的是2019年的 19年的全部資料 但是它把它切成很細 而且它還沒有特別的規則 像前面這個是 1月到7月14 它分一個檔 這個7月16到7月31 分第二個檔 這個其實大概半個月一個檔 那這個是半年多一個檔 這什麼規則 那這個的話 是一個月一個檔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總共一直到底下有7個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做什麼事 當然以前的做法是點這個 然後開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點一下下載 然後再把下面一個複製貼到它的下方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 怎麼下載7次 還要複製貼7次 另外複製貼上6次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我希望按照程式的方法來完成 所以特別是 接下來 這個問題就是希望 假如說我要下載的 並不是單一個檔 而是多個檔的話 但是我已經知道 多個檔有多個網址 有沒有 所以每個都有按右鍵 這邊一樣會有複製連結 所以我已經把這個複製連結 複製連結的工作做完了 所以在底下有沒有 好像上個禮拜 我們最後是講到這邊 有沒有 總共有7個 第一個在這裡 我剛剛是把複製貼 這個是第一個檔 這個是第二個檔 第三 總共7個連結 那7個連結會用什麼方式 把它全部一次把它下載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 不外乎怎麼樣 第一個 下載這個 這個上個禮拜的 所以如果上禮拜 沒有存到檔也沒關係 你就直接拿這個也OK 那我們在 這個Excel本身的話 我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第一步 OK 開一個新檔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我直接開起來之後 這個有之前舊的 這個是剛剛的模組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模組可能要把它關起來 記得是這個檔 因為我們是活業部二 所以活業部二 記得它的專案是這個 活業部二 它在這裡 OK 所以不要把你的程式放在 上面這個活業部一裡面 我剛剛那個沒存檔 或者你可以把 剛剛那個檔把它關起來 沒關係 把它存檔起來 那請你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剛剛那一段 程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零售市場 我是把雲端上面的 第幾頁 第九頁這裡 其實就 這個是本來上禮拜講的 錄製 把它精簡 精簡的部分 就留下什麼 它的語系 它的那個用 comma 豆點 做分割 然後總共取得 有五個欄位 因為五個 array 正列 總共有五個欄位 然後把它抓下來 那不過呢 目前只有抓一個檔案 OK抓哪個檔案 其實我有點不太記得 反正就是抓下來 把它執行一下 看這個有沒有OK 按按時勤 看這個就 把資料給抓下來了 然後抓應該是抓1月 Ctrl向下 1月到7月 所以應該是指的是哪一個連結呢 指的是我們台北市 應該是這個 第一個 所以這邊說 它本來是顯示 這個只有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下載字 其實它躲了很多在這裡 顯示更多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再下載第二個 那你想說 再下載第二個怎麼下載 當然喔 你不要傻傻的 再怎麼樣 你想說 我再下載下一個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再把這邊的層次有沒有 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有沒有 這等於是下載第二個 然後再把這個 這邊的王子按右鍵 複製連結 複製這個要下載連結 貼到哪裡呢 貼到 這邊來 這個有沒有 Test後面不是有個王子 這個王子把它 雙引號前面貼上 這第一個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那它就不是貼到1 因為這個是Destination 這是放在A1 可是如果你在下載第二個的話 那應該是什麼 Ctrl向下 應該是下載到24476 所以這邊應該是 24476 OK 有沒有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喔 一個這上面這第一個 這第二個 再來把它開個新檔 這不用重新 因為這邊重新 因為我上面有多寫一個Clear Clear 這個Content 這個全部的資料先清除 先清空 清空之後的話 它會跑這個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它會跑這個Function 不管 把它先跳過 然後呢 它會抓第一個 再抓第二個 那看一下 有沒有抓第一個 抓下來了 有沒有第二個 也幫我抓下來了 Ctrl向下 那你想說 那它抓第三個怎麼辦呢 難不成呢 還要再怎麼樣 還要再把這個程式 怎麼樣 再複製 然後呢在底下 再貼上 然後再貼這一個 再改這個嗎 當然不是啊 OK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有那個重複性的事情要做 那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是網址不一樣 第二個地方是 你要放在哪一列的位置不一樣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個Sub 改成所謂的共用的Sub 什麼叫共用的Sub 就是以後呢 我就傳兩個參數過來 傳一個參數是網址 傳一個參數是放哪一列 所以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直接丟這兩個資料給你 然後你就去幫我跑 一次 兩次 三次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地方的話 那要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先 試著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再複習 然後我待會會講說 如果啦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網路上的資料 也蠻常見的 像剛剛雲林縣的那個 住宅線的案件 它就分八個 八個你如果每次都下載 那怎麼辦呢 你頂多是只能下載一個 那下一個怎麼辦 下一個你就再貼嗎 再貼嗎 這樣你會發現 貼程式都一直重複耶 這樣說真的啦 看起來是 可不可以做到那個效果 是可以啦 可是說真的 感覺就 好像還是差了一點 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把這些改成什麼 所謂的共用的Sub OK 那只是說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要怎麼樣把 它有共用的地方 把它提取出來 其他都一樣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這個上個禮拜的那個部分 再複習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